2008年之时,诺维斯基正处于顶峰时代,2007-2008赛季,场均能砍下23加8加3的数据,投篮命中率到达47.9%,可是拥有如许的诺天王,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然输给了中国男篮。 最近德国以前的主帅在接管媒体采访时表示,许多球迷都以为我们当初输给中国队不成私益,但着实我们输的并不冤枉,乃至可以说已经是操场发挥了。 最初卡曼临时加入德国队时,德语都不会讲,许多队友也都是第一次污蔑,最为顶峰时代的杨明被玩爆。 而中国队最后也是寄予阿联中投险胜,诺维斯基三分,绝杀刷框而出,中国这时寸才是显过关。 那个时候的中国队能力被完全低估了,把西班牙就差点爆冷,只是加实赛才惜败。 当时的西班牙是唯一能抗衡美国的球队,他们也差点击败美国队,可是却差点输给中国队。 其后中国队对着美国队时,要不是上半场得龙的多个超水准球。 中国队上半场都会领先美国,而且,2008年奥运会儿,姚明因为伤病导致状态还并不是很好。 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将缺席北京奥运,可是他暗示至要有一点希望就会出战,这也为其后的退役埋下隐患。 但是,姚明的强势付出,也激励了队友,那届中国队的能力确实很强。 姚明带队,王志志,易建连,顶峰时代的朱芳宇,可以说这支中国队有能力击败并淘汰NBA球队。 而德国队就惨淡了很多,外线球员比中国差太远。 全场有5位球员得0分,除了诺维斯基3分球7中3以外,其他球员乃至19中3。 中国队的角色球员完胜敌手,也便是说,当初的德国队碰着了顶峰的中国队,没有大比分,落败应该很庆幸了。 当时的中国队基础能力强,先填优势也是很高,球员很是全力,可以说是中国南篮至今为止,最强的阵容。 在此处,小编但愿此刻的南篮能打起精气神,拿出成绩向前辈们致敬。 最后一问,大家认为中国南篮会有击败美国全明星队的一天吗?